新香会推出多款特色菜及各类新增菜式 新派川菜 传统精菜 经典小炒 尽在新香会 北约客店 3875 Dunmills Road 647-288-8899 释迦宝店 3290 Millen Avenue C6754-8810 参议院当天以100票赞成 0票反对的结果 一致通过这项制裁决定 根据决定 对于与伊朗中央银行 有石油及相关产品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 将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 由于美国政府已经禁止 本国银行与伊朗央行交易 所以这次的议案可理解为 美方威胁外国银行 如果与伊朗央行做生意 则有可能被逐出美国金融系统 此前众议院已经通过这项决定 按照美国相关程序 制裁还需奥巴马总统签字后 才能生效 针对制裁伊朗新措施 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参院 曾有过一番争论 有的美国官员认为 这可能会导致国际油价飙升 威胁全球经济复苏 在奥巴马政府的施压下 这份制裁新措施留了余地 按照这份议案的附加条款 在随后半年内 金融机构因涉及石油贸易 而与伊朗央行交易 不会受到美方制裁 这也是旨在给全球石油市场 流出调整的时间 此外附加条款还授予 奥巴马政府豁免权 如果政府认为新制裁 给石油市场带来的影响 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可以暂停实施制裁措施 此外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科恩一号在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未对伊朗施加国际压力 将要求日本等亚欧亲密同盟国 减少从该国进口原油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经济产业项枝也姓南 二号就对伊朗采取 进一步制裁措施表态称 将充分考虑 日本经济所处的环境 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慎重开展讨论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第二大产油国 石油出口收入 是伊朗最大外汇来源 政府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 来自石油收入 在仪式上 伊拉克国旗自03年以来 首次在胜利军营中升起 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 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称美国撤军 是改变伊拉克人民命运的 历史性时刻 他还表示 在美国撤军之后 伊拉克愿意同美方 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伊拉克总理奴里玛利基则表示 美国的撤军标志着 每一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拜登在仪式上向 周一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致谢 感谢两国军队做出的牺牲 称正是因为双方的努力 才得以结束这场战争 他还表示 美一两国将实现 两个主权国家之间 更为正常的关系 根据撤军日程安排 美军将在今年12月31号前 完全撤出伊拉克 以正式结束 长达8年多的伊拉克战争 中华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位于新疆伊犁和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 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 第一个边境合作中心 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 区域合作的示范区 合作中心总面积5.28平方公里 主要功能为两国贸易洽谈 商品展示和销售 金融服务等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是整个欧亚地区 第一个跨境的国际合作中心 是两国间继中哈管道之后 又一重要合作项目 合作中心区享有境外货物入区免税 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 不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等优惠条件 目前已完成了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 有14家企业入驻 此外 中哈两国铁路 在霍尔果斯阿腾科里实现对接 开通了中哈间第二条铁路通道 由于哈萨克斯坦铁路为宽轨铁路 中国为标准轨铁路 因此施工方还将在霍尔果斯 新建一座铁路口岸站 实行货物换装 客运换轮 实现两国铁路连运 将于2013年6月投入使用 霍尔果斯口岸因霍尔果斯河而得名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兹州境内 地处宿有塞外江南美域的伊犁河谷谷口 距乌鲁木齐市670公里 距哈萨克斯坦原首都阿拉木图市378公里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西部综合运量最大的国家一类公路口岸 它将进一步拉动中国面向中亚西亚 乃至欧洲的进出口贸易发展 这份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报告预测 2012年世界生产总值将增长2.6% 低于2011年2.8%的增长率 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 将由2011年的6.1%下降到5.6% 明显低于2010年的7.5% 其中中国印度这两大新型经济体 2012年的增长分别为8.7%和7.6% 均比2011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 报告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严峻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 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 西非国家受益于石油价格的上升 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不到4% 北非受到政治动荡的严重影响 2011年经济整体衰退0.5% 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 在2012年将经历更为明显的经济减速 经济增长将降至3%以下 报告说高居不下的失业率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以及发达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 使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报告说2011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 平均为8.3% 仍远高于危机潜水平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 2011年经济增长减缓 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 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调控的结果 但在2012年增长继续下滑 将主要是受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负面影响 1号下午 希拉里克林顿从缅甸首都内比都前往仰光 当晚与昂山素季 在美国驻缅甸一名外交人员的家中会见 并共进晚餐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昂山素季在自己的家中会见了希拉里克林顿 双方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 希拉里克林顿还与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一些高级官员会面 11月30号 昂山素季在仰光住所通过视频电话 参加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会议 他通过电话表示 希望希拉里克林顿此次访问 能够促使缅甸继续改革 昂山素季还证实 他肯定将参加缅甸议会补选 今年66岁的昂山素季 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将军之女 自1988年9月组结民盟以来 一直担任总书记 去年11月 缅甸政府结束了对昂山素季多年的软禁 这场辩论会包括 各候选人8分钟的深论 5分钟的结论 媒体52分钟的提问 以及马英九蔡英文 宋楚瑜30分钟相互结问 蓝营幕僚透露 马英九辩论主轴 就是回到政策说明 检验政策 马英九会用自己一贯的风格 用最诚恳自然方式 呈现执政绩效 绿营竞选主轴 则是强调平时风格 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说 蔡不善花哨的政治攻防语言 不会让他在辩论场上 变成另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 辩论重点会放在 检验马政府过去政绩 局营参选人宋楚瑜 向来是辩论高手 他说辩论不再比口水比技巧 模拟推演并不重要 对于辩论会观战名单 宋楚瑜表示 好好准备议题 比谁陪着去重要 而对于大选首场辩论 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有高达四成选民认为 三位候选人的辩论表现 会直接影响投票决定 民调同时公布最新支持度 马英九支持度为36.7% 蔡英文支持度为32.1% 原本声势看长的蔡振营 支持度下滑 外界认为和近日热炒的 世子大战有关 民进党内部还爆出 主战的鹰派和认为 早该道歉的鸽派内讧 蔡英文一号开口道歉 而苗栗县长刘正宏 二号召开记者会 表示不接受蔡英文 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 刘正宏说 蔡英文要赔偿农民损失 否则就呼吁选民 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